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火箭軍泄密事件傳到中國 內部人射炭 倒吸冷氣 滴入賣命中共模式 多重身份紐約僑領被捕 中國為何沒有?美律與防災共存 臺灣先進魏志鴻遍地開花 認慫了?馬斯克和扎克伯格鐵龍辯論也不錯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8月11號星期五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火箭軍泄密事件傳到中國 內部人射炭 倒吸冷氣 中共體制內專家張元日前在微博貼文 並且發出了上述感嘆 據博主介紹 張元是中非共和國駐華大使館 宏觀發展戰略顧問 中國生產力學會策劃專家委員 中華文化出版社總編輯 該博主表示 幾天前和一位軍隊退役的朋友吃飯時 瞭解到火箭軍泄密的事情 這位退伍兵非常悲憤地告訴我 美國人把涉及到我國國家安全的核心機密 把解放軍一整個軍種的秘密都曝光到互聯網上了 聽任各國拿去研究 他說 我當時沒大事兒 和我朋友說這是2022年冬天的事情 現在都是2023年夏天了 這次新聞我去年就聽過了 不就是一個有美國軍方背景的研究所 發了一份有關我國火箭軍的報告嗎 有啥大不了的 朋友說 你是沒有看到過那份報告的內容 因此不知道這件事的嚴峻性 博主表示 當他回家下載了這份泄密報告後才發現 這是火箭軍全軍的秘密 他說 我把報告下載了下來 用翻譯軟體全文翻譯了一下 然後就倒吸了一口冷氣 被裡面的內容震驚地說不出話來 作者表示 這份報告共有255頁 把火箭軍全軍的所有作戰單位翻號 所有基地的位置 所有單位的指揮官姓名 到任時期以及彈藥库 後勤維修基地的精準坐標 細化到每個連的裝備是什麼 都記錄得清清楚楚 嚴謹的美國人甚至把缺勢班和軍權的單位 都羅列了進去 這都是本該被保守的秘密啊 事件曝光後 火箭軍高層發生了罕見的人事大清洗 今年7月31日 習近平正式任命王后斌和徐錫盛出任火箭軍的司令員和政委 證實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中波已經被接連免職 一個軍種的司令和政委被同時免職 這被認為是中共近幾十年來最罕見的人事變動 跌入賣命中共模式 都從身份紐約僑領被捕 紐約華社僑領蘇祖祺涉嫌故意阻撓聯邦大陪審團的調查 於7月19日被捕 被控罪名是企圖妨礙司法公正 最近 多名紐約華社僑領被指控妨礙司法公正罪 當FBI探員上門調查時 山東同鄉會前會長安全忠 福建成的公會前會長盧健旺 秘書長陳金平等共同的反應是刪除證據 結果罪加一等 這似乎成了一種模式 根據紐約東區聯邦法庭的卷宗 蘇祖祺居住在華後區 並在曼哈頓靠近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地方 擁有一家名叫夏末餐廳的中餐館 地理位置毗邻各大金融機構 聯合國及各國大使館 中國喉舌《新華網》英文版在2018年報導稱 這是一家深受聯合國外交官歡迎的中餐館 然而 它的生活並不只限於此 因為FBI一直在調查它所拥有的一家留學中介機構 這家機構聲稱能夠幫助中國的潛在學生進入美國的名校 起訴書沒有透露蘇祖祺的留學中介機構名稱 不過 大陸愛奇查信息顯示 蘇祖祺是上海玉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東 玉圖在紐約的註冊聯絡地址在法拉盛羅斯福大道 蘇祖祺在同一地址還註冊了中國和非洲創新聯盟有限公司 根據該教育機構的官網 玉圖提供個性化的國際精英領袖培訓和名校優先錄取 以及背景提升特色項目 如聯合國實習加大使推薦信等服務 該機構在海內外有著強大的背景和資源 此外 蘇祖祺還在北美華人科技工商聯合會擔任會長 據稱這是北美地區最大規模的學術 科技和商業組織之一 該組織致力於為中國引進海外人才提供全方面的服務 該組織的官網現已被刪除 但從時間機器查到其過去的記錄顯示其在國際間的活動和影響 例如安排客戶拜訪小布什總統 北京社公安局訪問紐約市警局等 蘇祖祺具有多重身份 去年8月他還成立了全球氣候創新中心 並在同年10月向巴基斯坦常駐聯合國代表贈送抗洪捐款支票 中國為何沒有?美律與防災共存 臺灣先進魏志鴻遍地開花 中國京經濟地區受到杜蘇瑞台方殘餘環流影響 連日暴雨釀災 河北周周災情尤為慘重 中共政府面對洪災束手無策 相反 臺灣的防洪策略做得非常完善 大紀元2017年曾經報導 臺灣高雄市政府表示 高雄都市防洪策略主要以建設大規模制洪池為主 都市制洪池發揮防洪效果並兼具生態景觀維持 高雄目前共建置36座大大小小的製洪池 共可置納266萬噸雨水 調節城市防洪承載力 微型製洪池擅用都市公私有機靈地 變身水率空間 不但供期短 經費也較無負擔 低地化 降挖1.5米微製洪池 可提供3萬堆製洪量 將交流到脊水區所產生之暴雨淨流量 利用綠帶低地化 接出流管 小雨小排 大雨正常排方式 排入市區排水系統 避免淨流亂窜 造成國道匝道淹水 臺灣水利局表示 微製洪池除可改善強降於所帶來之激淹水現象 更可使既有的空間再活化 利用 營造整體最優質全新風貌 真正發揮公共空間多目標使用功能 臺灣先進微制洪遍地開花 而中國為何沒有 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 認慫了 馬斯克和扎克伯格鐵龍辯論也不錯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與Meta執行長扎克伯格之間的鐵龍肉搏戰鬧得沸沸揚揚 不過至今仍未敲定日期 現在馬斯克似乎不想打了 反而聽起媽媽的話來 有意和扎克伯格來場鐵龍辯論戰 綜合報導 馬斯克日前稱 若他和扎克伯格對打的話 要在社交平臺X上直播 馬斯克週一 還稱 對打的日期還在確認當中 不過在開打之前 他需要做頸部和上背部的核磁共振檢查 還可能需要手術 本週就會知道了 現在馬斯克還提出了和扎克伯格進行一場辯論賽的想法 而不是動手動腳 TED策展人安德森週二 在X平臺發文 表示馬斯克和扎克伯格可以舉行鐵龍辯論戰 討論如何創造美好的未來 安德森認為這是個更好的想法 馬斯克似乎同意了這個提議 他在X平臺上說 辯論聽起來也是個好主意 還補充稱辯論確實是一項崇高的運動 安德森提出的方案和馬斯克母親梅耶之前提出的建議類似 梅耶6月在X平臺上發文稱 他的兒子和扎克伯格應該只用言語來爭鬥 而不是互相殴打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沒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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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łbymか ayaеру